赛季中期是各支球队补强的最后时机 一次关键性的补强或许就能改变季后赛的格局 去年东部半决赛篮网对阵熊路被视为是总决赛预演 谁取得胜利就将会是总冠军 果不其然熊路最终成功问鼎 除去哈登和欧文受伤的因素 熊路赛季中期影员的塔克绝对是夺冠的最大功臣 虽然没有完全限制住杜兰特 但是塔克对于杜兰特的消耗至关重要 去年参加季后赛的球队中 当初在火箭抗勇的队员都成为了各自球队的重要一员 总决赛太阳的保罗和熊路的塔克 东部决赛老鹰的卡佩拉 都是2017-18赛季和勇士季后赛大战七场的绝对主力 巨势一团火 散事满天星 那一年的火箭是真的强 可惜最后却各奔东西 目前除了阿里扎因为伤病和年龄原因有些不复当年之勇 还有一名当初的抗勇小能手值得关注 他就是埃里克戈登 戈登是哈登17流在火箭的最后一名球员了 火箭在去年就开始重建时 就频繁传出戈登的交易流言 不过上赛季戈登遭遇到了伤病的困扰 三分球命中率也只有32.9% 再加上未来四年近8000万的合同 没有球队愿意接手 不过本赛季随着比赛的进行 这种情况可能要发生改变了 赛季已经过半 戈登只缺席了7场比赛 场均29.2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可以贡献14.8分3.4注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0% 三分球命中率更是45.2% 高居联盟第三 这投篮效率已经达到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值 在面对马次的比赛中 戈登更是石头就拿到了31分 其中三分球7投6中 他是火箭战胜马次终结三连败的关键球员 戈登不但在本赛季进攻重回高效 最为关键的是 戈登的防守非常强悍 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九一 但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 可以从一号位防到三号位 在承担起防守对手核心球员的同时 还能保持场均15分以上的输出 他还是一名大心脏球员 关键时刻毫不手软 绝对是真冠球队最需要的拼图球员 虽然他的合同还有未来的6000万 但实际上他的合同暗藏玄机 最后一年2100万的合同是有条件限制的 只有球队夺冠或者入选全明星才能变成全额保障 入选全明星对于戈登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能帮助球队夺冠 那带来的收益远不止2100万 如果球队没有夺冠 他的合同其实只剩下明年的1956万 从他的目前状态来看 他还是有能力撑起这份合同的 如果是上个赛季的戈登 可能一个靠后的首轮就能带走 可是今年的戈登又重新打回了身价 看来一个首轮已经不够了 至少还要加一个潜力新人 不过就算如此 戈登也值得争惯球队去豪赌 在赛季中期截止日前 戈登大概率会离队 究竟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